银色轿车挡风玻璃被砸破一个大洞 车门打开着就停在路边 往车那一看真的太夸张 断裂的路数还卡在驾驶座 宛如绝命终结站的情节 下午三点多就在台北市松山的敦化北路上上沿 就是在路口那边 刚开车那边然后就突然掉下 他有受伤吗 一点一点 不要有受伤 你检查 因为也是 车上包含驾驶总共有三人 当时正要去松山机场 人行道的路数突然断裂掉下来 掉落的路数直径约20公分 长约60公分 从三层楼高位置掉落 重力加速度穿破挡风玻璃 从这些画面可以看到驾驶赶快踩刹车 差几公分可能就会砸中孕妇 真的太惊险 后方车辆也下得一度停下来 远景跟消防人员到场抬头找断裂处 评估还有没有危险 立刻放警示牌并进行管制 在通报公园处到场处理 孕妇大腿擦错伤 松阴后没有大碍 至于路数断裂的原因 后续都还要厘清 但恐怕跟前几天的台风脱不了关系 TVBS新闻综合报导 TVBS大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